这一节我们来画一幅禅艺山水小品 整幅画非常简单 诺款与话题我们取自唐代师佛王摩杰 也就是山水田园诗人王伟的《中南别野》中的一句 停到水穷复坐看云起石 直接开画 大号尖好笔条冻末册封画出下方的山石 适当油灰白 再勾出铺暗 然后小笔画勾线笔画出画面中的点几人物 人物注意整体姿态 画出坐在石头上的感觉 不必过于细致 整体坛很重要 电梯� 밖에别也 Lily ��踏出 了五个角度 大号 Casa《弗战 skr 》 驾龙墨 协翼笔法 当勾画出前方树干 铺路角质 注意不用比 要有提按铺转折变化 树干的姿态要生动 与直变化相互呼应 书细幅度要自然 值得书密变化 石头边上在花线书的胆线 表现杂草的 钩线笔在画面中间画两只翻团 一圆一镜 也可以不画 不画我感觉更能体现水球 画者画出自己心中的小团 冲凸 然后干笔靠近小团下方 春花团倒影 欢迎大家给我的视频点赞 收藏转发 关注我们一起学习中国话 共同组养中国传统文化 互相交流学习经验 共同进步 爱歌长按点赞三秒 给我的视频来一个强烈推荐 调花青色 爱青蓝 加少许藤黄 画出上方高耸的云山 注意山体的轮廓形态 上时下虚 上如下淡 过度变化自然 山峰底部画出云木 表变出空浓感 注意起步变化 更远处山峰 调更淡的颜色 同样注意趋势变化 同样注意趋势变化 顺带用很淡的色彩 加重一下小船的标点 有时调淡色 简单撑插一下下方的山石 小船的传出的 调标点出树干的树叶 灯蓝别叶是唐代世人王维的代表作之一 此诗描写作者退隐后自得其乐的闲适情绪 生动地刻画了一位野剧者的形象 突出表现了退隐者过大的性质 让花金色给人物的医者提一下 最后调笔画几只小两 最上方提两行字 及完整的词画 也许此画并不能表现失恋 贤奇雅致 甚至表现水穷 云奇都甚牵强 但是 画画的人 画的画都会融入自己的情感 画的人都好像是自己 画的事物都是自己想象的美好的东西 这是多么的玄妙啊 这其中的意境 禅你等 相信懂得人自然能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